大约在1901年、02年这段时间 香港是河岸昂昂,很久没有月落 供水由一天缩短到三个小时 最后一天只能供水一个小时 其实香港的水务工程已经有很多年历史 这个大潭毒水坝可以说是远东最大的工程 这几张显示显入建筑过程 可以看到用竹踏出来的棚架 让工人搬运建筑材料到不同的高度 是一个石屎的坝 亦可以看到有些茅屋的东西 会是建筑工人住的地方 而在上面的小山丘 上面有一些用石砌出来的 这是监督工程人员住的地方 可以看到工程的进展 这个Mr.Jacky是负责了中堂和大潭毒水堂的水坝电设 他在完成水坝工程一年之后 便回到英国患上重病 以至他46岁的年纪已经補身 乡政府在1931年时 便将湾顶一条新的马路 命名为借飞道 来去纪念他的公职 这个是水坝 经过五年时间就建好了 在1918年2月2日 就是一百周年 这一个纪念的碑 你在水坝里 坐车经过 你都会看到这个石碑 我们尝试去到这个地盘的办公室附近 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古 看看有没有遗迹的东西 我们就在附近的集水坝里 找出这个汽水瓶 当时也叫做Soda Water 跟我们今时用的那个底是平的 但是一百年前那些汽水瓶 好像鱼雷那样有 这个就写到明是 Royal Awaited Water Manufacturing 有那个Manager的名字 跟着有Hong Kong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工程都相当漂亮 我觉得一百年之后 还是很多人觉得它很漂亮 所以就不坦叫做Great Dam 亦都叫做Find Dam 就是一个很精细的水坝 那里的水均 有的游客 有的游客 也有的游客 是不是